泽塔,你可是正义的奥特曼,你怎么可以买东西不付钱呢? 我可没有钱,我从来没听说过奥特曼买东西,还要付钱的 求求你了泽塔奥特曼,我做的是小本生意,你还是把钱给我吧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让你要钱 饶命啊,求求你不要打我了,钱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哼,算你时序,我现在就把你的店给烧了,让你知道惹我生气的后果 天啊,真是太可恶了,泽塔奥特曼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买东西不付钱,难道他中了黑暗病毒了吗? 老板,给我做三个免费的热狗 你没看到我在这里吗,你怎么可以插队呢? 不要对我指指点点的,我可是泽塔奥特曼,奥特曼是不用排队的 你真是太可恶了,做了错事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就是呀,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地球不欢迎你这样的奥特曼 这位奥特曼,还是去后面排队吧,不然我是不会卖热狗给你的 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舌温 来人啊,快来人啊,奥特曼抢东西了,大家快抓住他 昆昆,是谁抢走了你的东西,快点告诉我,我去帮你拿回来 是泽塔奥特曼,他抢走了我的热狗,请你快点帮我抓住他 昆昆,你别开玩笑了,泽塔怎么会抢你的热狗呢 哼,我就知道你们奥特曼都是一伙的 昆昆,你别生气,我先追上去看看,如果泽塔真的抢了你的热狗,我绝对不会袒护他的 泽塔,你别跑了,和我说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泽塔根本不理会赛罗,一直不停地向前奔跑 无奈的赛罗,只好将他撞倒 赛罗刚要过去抓住泽塔,没想到泽塔又飞快地跑走了 泽塔,你给我站住,你再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就在他们你追我赶跑了九九八十七米之后 泽塔的身体突然晃动了起来 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赛罗被震飞了出去 原来这个泽塔是怪兽变的 可恶,居然是一只怪兽 哼,砍招 那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两道光线相互碰撞,只坚持了三秒 怪兽就被赛罗击倒了 赛罗迫不及待地朝怪兽跑去 想要趁机抓住怪兽 然而突然一阵烟雾出现 怪兽居然凭空消失不见了 也不知道这是一只什么怪兽 不过我相信赛罗肯定会抓住他的 布鲁丢,布鲁丢,贝利亚变身 我要变成隔壁乔奥特曼的样子 去骗赛兔子,大家会支持我吗 哎哟,我的皮肤有点黑 不会被赛兔子认出来吧 赛罗哥哥,人家回来了 贝利亚,你是不是傻呀 长得和黑霉球一样,一看就知道你是假的 则塔布莱泽我说的对吗 你们是不是也看出来了 这是非常的感觉 还好本霉球聪明 今天出门前带了降落伞 要不然飞这么高,可就完蛋了 我长得又帅又聪明 我都有点佩服自己了 布鲁丢,布鲁丢,贝利亚变身 哈哈哈哈,今天赛兔子去打怪兽了 我要变成赛兔子的样子,去骗格力乔 这次我肯定能成功,有人支持我吗 乔妹妹,我回来了 好你个可恶的贝利亚 居然冒充我的赛罗哥哥 长得那么黑,一看就知道你是贝利亚冒充的 你个大傻瓜,哈哈 我怎么又被打飞了 完蛋了,今天没代价落伞 哎呦,我的妈呀,可疼死我了 可恶的赛罗和格力乔你俩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找你们报仇 布鲁丢,布鲁丢,贝利亚变身 今天我变成小赛罗的样子去报仇 赛兔子和格力乔肯定看不出来 我是假的,我一定要一些前耻 哈哈哈哈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乖儿子回来了呀,快到爸爸这边来 乖儿子,你还是来妈妈这边吧 爸爸妈妈,这是怎么了 我只想去屋里吃零食 乖儿子听话,你快过来 我出拳速度很快的,打完再去吃 乖儿子,还是来我这边吧 我保证下手不会太重 老爸老妈,你们别争了 还是我来吧 小赛罗,你怎么在家 你猜 贝利亚,你都老六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来我的家里捣乱 贝利亚好大儿,妈妈来找你了 快给妈妈开下门 老爸老爸,别睡了吧 门外有个奶奶说是你妈妈 你快去开门呀 杰德,你这个臭小子胡说什么呢 你都没有奶奶,我哪来的妈妈 可是他和你的皮肤一样白呢 你还是开门看看吧 哼 人呐,你小子居然耍我 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人都被你给撞飞了呀 你再开门去看看呀 儿子呀,我是你的妈妈呀 快过来让妈妈抱抱 等一下,你别乱喊 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哪里来的妈妈 老爸呀,奶奶和你真的很像呀 她肯定就是你的妈妈呀 原来你就是我的孙子呀 来奶奶抱抱 不能抱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 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 妈妈一直生活在其他星球 是你赛罗叔叔 是他告诉我你的地址 老爸呀 我觉得奶奶说的是真的 我感觉你们两个的皮肤一模一样 都很白呢 儿子,你跟妈妈过来 妈妈怕你不相信我 特意把咱家的全家福带来了 这张照片是在你出生 当满一百年的时候拍的 那个大胖子是你的大哥 那个二胖子是你的二哥 最小的就是你 可能你都不记得了 妈妈不怪你 毕竟当时你才刚一百岁 但是你看看你的相貌 是不是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奶奶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真的好想你呀 呜呜呜 你给我滚开 妈妈 我亲爱的妈妈 你终于来找我了 我真的好高兴呀 呜呜呜呜 儿子 我的宝贝儿子呀 妈妈应该早点来的 呜呜呜呜 奶奶老爸 你们快点进屋子吧 我都饿得肚子咕咕叫了 亲人团聚免不了要大吃一顿 贝利亚的妈妈使用奥特能量开始做饭 她做的应该是烧烤 看起来还很好吃的样子 贝利亚也不敢闲着 她要切一些水果给自己的妈妈吃 她认真切水果的样子 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她一定是一个孝顺的好儿子 杰德奥特曼也很懂事 她把照片挂到了墙上 这样她的老爸就可以每天看到她的奶奶和叔叔了 饭很快就做好了 贝利亚一家围着餐中愉快地吃着饭 显得格外温馨 随着深夜的到来 贝利亚的妈妈没有丝毫困意 可能是由于吃得太饱肚子不舒服 贝利亚和杰德已经睡着了 但是他们的鼻子还在努力地工作中 我的天啊 怎么这么多奥特曼都被抓起来了 此时可恶的黑暗炸鸡还在向他们扔炸弹 由于无法反抗 奥特曼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炸弹给炸倒了 受伤的奥特曼都趴在地上哀嚎着 看起来十分痛苦的样子 哈哈哈哈 你们这群废物奥特曼 今天落到我的手里算你们倒霉 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和我作对 黑暗炸鸡大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连奥特曼都敢欺负 小弟佩服佩服 你们这群坏蛋 居然欺负我的奥特曼兄弟们 看我贝利亚怎么收拾你们 就在这时 身披悟空战袍的贝利亚 来到了黑暗炸鸡的面前 黑暗炸鸡你这个小炸鸡 只会欺负没有光的奥特曼 有本事你冲我来呀 贝老黑 你 快过来打我屁股呀 小炸鸡 哈哈哈哈 贝老黑你真是欠揍 兄弟们我们一起上 不要让贝老黑跑了 贝利亚撒腿就跑 黑暗炸鸡带着一群怪兽小弟 在后面不停地追 贝老黑有本事 你站住别跑 小炸鸡有本事你就追上我 就在黑暗炸鸡追着贝利亚刚刚离开 赛罗奥特曼就开着小汽车赶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是贝利亚联合赛罗使用的 吊火离山之计 目的就是引开黑暗炸鸡 然后趁机救出这群没有光的奥特曼 大家赶快和我上车 贝利亚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 大家坐好了 我现在就带你们返回奥特曼小镇 当赛罗刚刚返回到奥特曼小镇 发现贝利亚已经躺在了沙发上面 等着他们了 原来就在刚刚 黑暗炸鸡马上就要追上贝利亚了 贝利亚看到赛罗带走了受伤的奥特曼 直接就向天空加速飞走了 这次营救奥特曼的最大的功劳 应该是属于贝利亚的 小伙伴们 你们会喜欢这个光明的贝利亚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听说今天迪迦不在家 我要变成迪迦的样子去捣乱 宇宙万物 赐予我贝利亚变身的力量吧 让我变成迪迦的样子 糟了 能量太多烧狐了 皮肤这么黑 不会被卡米拉认出来吧 卡米拉你整天就知道练瑜伽 赶紧给我去做饭去 我都快饿死了 皮肤黑的和眉球一样 不用猜都知道是贝利亚变的 居然还敢来骗我 这是非常的感觉 气死我了 居然这么容易就被识破了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这次我还要变成迪迦的样子 哇 变得还不错 居然没虎 这次我要去找赛罗 他肯定不会把我认出来 赛兔子 你在家叮叮光光做什么呢 贝老黑 我看见你就烦 赶紧给我离远点 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赛兔子 你看清楚了 我是迪迦 不是贝老黑 贝老黑你冒充迪迦也就算了 你就不能多动动脑子 除了你谁还管我叫赛兔子 哎呀 怎么这么多的鲨鱼啊 救命啊 我就不信了 骗不了卡米拉和赛罗 我就去骗小奥特曼 我变成小迪迦的样子 这样小奥特曼肯定就认不出我是贝利亚了 小赛罗小代拿你们好呀 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贝叔叔你好无聊啊 你都是好几千岁的奥特曼了 居然变成小迪迦骗我们 就是啊 你说话的声音根本就不是小孩的声音 还想骗我们 大家一起揍他 气死我了 没想到被小奥特曼们认出来了 我就不信了 这次我要去神秘四奥那里去试试 听说墨亚大哥回光之国了 我要变成他的模样 骗取一些奥特能量 三位兄弟我回来了 刚刚在路上我的能量用光了 你们快传输一点奥特能量给我吧 我先来 我先传一些能量把你定住 我再来 我要把你变回原来的样子 三位大哥饶命啊 我只是想和你们开个玩笑 好你个贝利亚 既然变成诺亚的样子骗我们 幸好诺亚早就回来了 不然我们真就上当了 哎呦喂 我贝利亚也太倒霉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变成别人的样子 去骗人了 贝利亚 你再次违反了奥特曼警备队的规定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你还是走吧 赛罗队长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 能和大家一起帮助别人 我真的很开心呀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你看看泽塔和德凯 他们每一天都很努力 而你呢 你还是赶紧走吧 我们奥特曼警备队不适合你 走就走 有什么了不起的 整天被你管着都烦死了 没有你们我也一样可以帮助别人 咱就走着瞧吧 救命啊 救命啊 哈哈哈哈 小家伙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 把你救出去 我只是一个小朋友 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呀 因为我们打不过奥特曼 只能找你来出气 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不好 有情况 玉米棒子 原来是你 我警告你 赶紧放了这个小朋友 贝利亚 我劝你赶紧离开 不然我老大来了你就走不了 我贝利亚不是吓大的 今天我就让你们长长记性 到底是谁大言不惭 敢欺负我的小弟 今天我让你有来无回 尝尝我的厉害吧 没想到这个怪兽这么厉害 小朋友你快点走啊 我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 贝叔叔 你坚持住 我去找奥特曼警备队 赛罗叔叔不好了 贝叔叔为了救我和怪兽打起来了 你快点过去帮帮他吧 什么 泽塔德凯我们赶快过去 可能还来得及 赛罗听到小朋友的消息 一刻也不敢耽误 然而他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此时贝利亚已经能量耗尽倒在了地上 贝叔叔 请你快点醒过来 你是我的英雄 你不能就这样离开 他的能量很弱 我们赶紧给他传一些能量 在大家的共同务力下 贝利亚终于睁开了眼睛 赛罗队长 谢谢你们救了我 非常抱歉 我又给大家带来了麻烦 我现在就离开 等等 贝利亚 这次虽然你失败了 但你救了一个小朋友 我希望你能再次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赛罗队长 是真的吗 我以后肯定会好好训练 努力帮助更多的人的 感谢观看